老童卓 这故地重游的感觉怎么样啊 故地也就半米远 重游有若比临近 好久没有那么清闲地玩自习的时光 这时候如果有一首舒缓的歌 就太好了 你怎么拿手机出来啊 听吗 听 真实话 好听吧 好听 等一下 我给你弄一个隔音棒 让你见识一下环绕音效 温柔 好想试试探着能否到她心里呢 要不要告诉她 我也盯着她就在她头看我的下一刻 遮住了最温柔的爱动力的所谓 别让她远走我了 我 没有写特定的某个人 其实我一直对医生这个行业特别崇拜 我想考精大也是因为想考她的医学院 你呢 你呢 你又想考到学校吗 爸 你找我啊 坐 这个 准备起来吧 申请NIT的相关资料 你陈叔叔 帮你列个清单 爸 我必须去吗 西途商学院 那可是全球顶尖呢 我们现在做的经理仪器贸易 也需要工程管理里的学科背景 就算将来你想独自创业 这西途商学院的资源和背景 那也是很大的优势 我知道 但我其实 没那么想出国 巨星啊 我以为 念NIT 是我们早就达成的共识 我还没想好 不会吧 你一个学霸怎么连目标都没有 要不然 我们也想让你帮我校友吧 跟我一起考精大 跟你当校友 那我得考虑吧 瓜子好吃吗 好吃 瓜 瓜子看了你们 来 维基品都放到桌上啊 谁也不许收 看什么杂书呢 主任 那不是杂书 那是教科书 音乐理论基础 你就那么喜欢音乐 小雨明 要不要把你调到一体班去啊 不 不用 我不去 那我收走了啊 主任 好的不学 游戏机 不许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累死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两位同学很认真啊 来电了都不知道 这是在干什么啊 啊 干什么呢你们 哎 谢主任 来电了 太好了 你们干什么呀 老师他这道题不会我给他剪 所以我都写了好几遍了 他才不对 真是在讲题啊 这道题是挺难的啊 哎 你们都看看啊 学学人家 来电都不知道多专心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 我不在就天天给我打游击 学习为了谁 为了你们自己 好好学啊 拿来 你的 你的 你跟家人之间一直都没牵关吗 也不全是 我还有爷爷 走 我带你看我爷爷去 现在 这么突然啊 这么晚他老人家该睡了吧 放心 精神真的 坐稳了 哎 慢点慢点 这个我们需要咕噜房的方向吗 你爷爷住咕噜房里边 准确说探出咕噜房上面 走 你也太神了吧 这种路都找得到 那不还是因为 为了这一时半刻的自由 来 这边 哦 还真是咕噜房 对啊 帮我拿着 你爷爷真住在这种地方啊 那我还能骗你无臣 来 这边 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 请 你好 打扰了 他 人呢 他人呢 这就是我爷爷 这不就一棵草吗 注意你的措辞 它叫李白 你爷爷 李白 武害杜甫呢 不是那个李 是里外的李 它可是比恐龙还要早出现的蕨类植物 叫他太祖爷爷也不会过啊 接下来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他 闭光宽 小兔子 睡哪一点也想小兔子 他现在还只是个脑袋 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会长出兔耳朵 是吗 那长出来的时候你叫我一起来看 那我得好好保护他 别到时候耳朵没长出来脑袋也没了 呸呸呸 便宜拿下说 没想到你这样的人 还会种这些花花草草 这个就说来花长了 来 来 你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 其实我喜欢花花草草是个偶然 小时候我爸去澳洲做生意 就把我带了过去 但他也没有时间管我 那你妈呢 我妈 我妈没去 你听我说嘛 那时候我每天就对着家门口 那几棵长得比我还要高大的多肉植物 无聊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说说话 聊聊天 突然有一天发现 他们一天长得比一天好 那时候我就在想 其实植物也挺讲义气的 只要你对他好 他就会对你好 比人康复多 感觉你和他们的关系 就像小黄子和他的玫瑰花 你驯服他 他陪伴你 那你驯服驯服我呗 我以后也陪伴你 好吗 感谢了